花蓮市长为佳彦30号表扬 在112年全中运表现优异 涉及在花蓮市的9名选手 以及在全国圆明运动会 或传统射箭公开的女子组选手 肯定她们平时请假练习 在重要的赛事为自己争取最高荣耀 也期盼未来在任何竞赛里 也能继续保持优异的成绩 有机会披上国家队的战袍 为花蓮以及国家争光 全中运今年在新竹县举办 涉及在花蓮市的学生表现优异 花蓮市公所依据花蓮县 花蓮市运动机优选手奖励办法 在今天公开表扬 市长为佳彦支持时表示 花蓮市公所积极推动体育扎根 透过发放体育奖金 以及举办各单项运动赛事的方式 让民众培养运动的习惯 今天颁发我们的全中运 以及我们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 体育奖金 那真的要非常感谢 我们在座的一些选手 非常认真为花蓮争光 那在这边站在公所的立场 我们未来在 不管在体育奖金 或者是我们体育的一些 相关的单项活动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支持 也希望我们花蓮县 体育王国的美名 持续的再进步 再加油 获奖的学生杨凯威 他在滑轮滑冰南高组 高速过桩对抗赛获得第三名 他说年底将到上海等地参赛 由于自己仍然是青年组 出国参赛费用均需要自费 对于家长而言是相当重的负担 希望中央或是地方政府能够补助 在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传统射箭公开女子组 再度栽金的林美玲 他也提到 传统射箭可以说是从花莲发源 八年前才开始有公开女子组 以及青少年青年组的项目 显见传统射箭的发展 已经向下扎根更是令人欣慰 原住民传统射箭是花莲发扬出去的 这是真实的 所以他现在就是全国都有这项运动 然后 那因为就是原住民的运动 所以他包含的就是有传承 所以慢慢的就是有小朋友 学生慢慢慢慢都开始起来 市长威嘉燕表示 这次借由体育奖金的发放 希望实质的鼓励 让选手们继续努力 同时将自己的练习经验 比赛心得分享给学弟妹 同侪 让更多人了解运动 喜爱运动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盘报导